一名前部长政治秘书及一位拿督斯里级商人 涉嫌卷入一宗与某部门招标贿赂案有关的巨大丑闻 反贪会近日展开突击搜查 并成功查获多辆豪华轿车 据悉 查获的豪车包括劳斯莱斯 Ghost V12 EWB 马赛迪 G63 M Brabus 缆胜 Autobiography 保时捷 KN 丰田 Land Cruiser 宝马 Mini Mini Cooperworks RHD 丰田 Alfred 丰田 Velfire 以及马赛迪S400L 这些车辆目前已被安置在反贪会的起货厂库 消息人士透露 两名涉案嫌犯均为年余40 他们被扣留自1月24日 今早被押送至部城推示厅申请延长扣留 法官艾英努莎希拉批准了严扣申请 将两名嫌犯的扣留期限延长至1月30日周二 据了解 这两名嫌犯被怀疑在2020-2021年期间 在政府部门工程招标公司集成包商之间收受数百万元的贿赂 调查过程期间 反贪会查获急冲攻了嫌犯们所持有的多部豪华轿车 反贪会特别行动总监拿督阿兹米卡扎鲁曼在回应媒体时证实了这起案件 并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文 宣布已经展开详尽的调查 此外 反贪会首席专员阿战巴基透露 该机构正在对一宗单司里涉及45亿令吉官车采购案的调查案中 查找该合约是如何被交给相关公司的 阿战巴基向媒体表示 此外 涉及该案的一些人士也将成为调查的对象 据悉 该官车采购合约于2000年签订 反贪会宪政调查文件 以查明是否存在贪污行为 此前 反贪会曾突击搜查一名拥有单司里头衔的商人的住宅 调查其涉嫌通过贿赂手段 获取价值45亿令吉的政府官车供应和管理合约 在搜查行动中 反贪会还突击搜查了四家公司 其中包括一家官车供应商的公司 以获取与合约相关的文件 另外三家公司则与该名单司里商人的财务投资有关 马来西亚《前锋报》当时引述消息报道 反贪会官员到包括住家在内的上述地点 是为了获取可以协助调查的相关财务文件 针对政府计划取消公务员退休金引起的争议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表示 这只是一项建议 政府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他说该建议将提成国会 因为它需要经过修宪程序 事实上 很多人都没有详读 宪法不允许我们改变之前 已经达成一致的任何事项 此外 安华强调 政治人物应当担负更高的道德责任 即使在多个政府职务中任职 也只能领取一份退休金 安华指出 一些政治人物曾在过去担任过 州务大臣和部长等多个职务 因此可能领取三至四份不同来源的退休金 他表示 基于这种情况 他们应当有道德责任 只领取一份退休金 而拒绝其他的 不过 我交由他们做决定 针对公务员的关切 安华向他们保证 政府计划实行的取消公务员退休金政策 不会影响现有的公务员 他解释说 由于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和合同的限制 该政策将仅适用于新职位 包括政治委任 这不会追溯到现有的公务员身上 他表示 这一提案将在提成内阁审议后 再提交国会审议 因为它涉及法律修订 安华在参加国家动物园庆祝60周年活动后 回应了关于公务员退休金的问题 他强调 政府将在审慎考虑后做出决定 以确保政策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随着我国向中国租借的新兴和亮亮 即将在今年期限届满 安华提出建议 希望能够延长熊猫的租约日期 他表示 计划与中国政府以及习近平主席进行磋商 探讨是否有可能延长这对珍贵熊猫 在马来西亚的居住时间 安华说 归还熊猫的期限快到了 我想我会跟中国政府 习近平主席讨论此事 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延长熊猫在大马旅居的时间 在强调两国关系良好的前提下 安华乐观地认为 中国方面势必会认真考虑并支持这一建议 尽管养熊猫的成本相当高昂 但安华强调熊猫作为主要旅游卖点 已经成功抵消了这方面的费用 我们没有支付熊猫的费用 只是饲养费 很多人都来动物园看他们 很多人觉得看到熊猫是一生一次的经历 所以我肯定会考虑延长在今年届满的熊猫租约 在土团党内部迎来一波动荡的时刻 来自党内的消息透露 除非反对党能够在近期内提供确凿证据 证明即将实现政府换届 否则将有更多土团党国会议员转向支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可能性 根据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国盟领袖必须出示有力证据 以证明政权更迭即将发生 如果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将面临更多土团党国会议员的倒戈 转而支持安华领导的联合政府 第六位声明支持首相安华的塞阿布胡深土团党议员昨天表示 慕尤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右转不退位 对土团党改革的期望造成了重大打击 他预测将有更多土团党国会议员转向支持安华 并将在下议院2月26日的复会时表明他们的立场 尽管一些党内领导面临议员可能倒戈的压力 但据悉 许多土团党领袖更专注于可能在今年举行的党选 一些高位领导人保持低调 以保住党职 另一名土团党领袖表示 一些国会议员之所以转向支持安华 可能是因为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悠转不退位 导致党内士气受挫 他补充说 有些党员在看到土团党大选后 没能执政中央 就很希望看到新领导人诞生 消息人士指出 如果慕尤丁坚定当初的立场 不继续寻求担任党主席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国会议员转向支持安华 国会议员们普遍认为土团党迷失方向 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来引领党重回正轨 思考准备 噓封坚定当初的立场 不律 means 陈坚定当初的立场 沙特